三天两天的不回家 根本就是不把这个家当成一位市了 想回来就回来 想不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天才吵 我就把旗盘转让了 我去找了份工作 他找了份工作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肯定我们的生活要好一点了 因为毕竟找工作 他有稳定的收入了 因为我们那时候 还有些很多外在要还的是这样的 什么工作呀 我们是一个中介公司 因为重庆市 它有很多连锁店 比如区县 我们都要去 什么中介 房屋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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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多风电 他都要去跑 他这样就更不着家了 打电话也不接 回来也是很累那个样子 我就觉得真的很恼火 有一次我们那种关系 有点融洽的时候 我就这样想 反正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关系都不是很好 这段时间有点融洽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今天回不回家吃饭 他说我要回家吃饭 我说我就多做两个菜 今天在家里面 好好吃一个晚饭 好 白天我还心情很好 我就把菜啊 饭了去做好了 我一等也不回来 二等也不回来 最后 我看时间太晚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结果一打电话 他甚至把鸡都关了 打不通 拌菜 热了又热 最后只有我自己 一个人在家里吃 所以很伤心是吧 对呀 那他回来之后 您做了什么了吗